将近一百多位来自不同城市的英文词记志工 聚集在洛杉矶圣迪马斯市 参加为期三天的词记全美英文志工经济研习会 学习了很多佛教理念 还演唱由中文歌曲改编的英文歌 现场气氛很感人 来自全美八个分会的英文志工 正在为词记全美英文志工经济研习会的 圆圆表演做彩排 孩子圣地亚哥Laurie说 2012年的一场火灾让她一无所有 但词记的不离不弃 让她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不仅Laurie 志工Linda从词记中感悟生活的真谛 她的笑容和正能量影响着每一个志工 鼓励着他们前行 就像这首拉车向前行的歌词唱到的 这一生奉献的就是最好的收获 这也是词记精神 在词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聚集在一起 大家期望像演唱的歌曲一样 把爱散播到世界各处 把词记精神告诉每一个人 大爱新闻郑静 美国洛杉矶报道